英美澳敲定三边同盟 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还买得出去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Coco 澳大利亚铁矿石暴跌40% 今天你抄底了吗 昨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 接下来将跟英国和澳大利亚 组成新的三边安全同盟 那外界不免也猜测 这一举动是针对中国的扩张 那相信不少身在海外的华人朋友们 应该是心头意紧 难道中国和澳洲的关系 是彻底走向了冰点了吗 那暴跌了40%的铁矿石 接下去还卖得出去吗 那我们知道从中美贸易摩擦以来 澳大利亚选边站的这么一个策略 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那从那之后呢 中澳关系也是急转直下 那从牛肉葡萄酒龙虾等等农产品 再到这个煤炭等矿产资源 再到留学移民和旅游等等呢 可以说是澳大利亚对华赚钱的三大利器 统统折戟了 那就在市场在讨论 接下来是不是会轮到澳大利亚的经济命脉 铁矿石的时候 铁矿石的价格却以言而不及 倒林之速开始重新站上高点 并且呢 是在今年的五月份啊 站上了历史的最高 达到了230美金每吨 可以说啊 几乎是去年的价格的2.5倍 那俗话说啊 这个金融市场有涨必有跌 这个呢 是不变的定律 那仅仅一个月之后呢 铁矿石的价格却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铁矿石的价格从高峰已经跌去了40%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铁矿石的价格有如此大幅度的一个回调呢 那首先啊 我们要讲到的就是一个供应的问题 那去年的时候啊 因为疫情的爆发 巴西呢 作为全球铁矿石出口国第二大国家呢 在去年的时候应该是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 那淡水河谷呢 也是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程度的停产和减产的这么一个情况 导致了全球铁矿石供应的减少 那在一定程度上呢 也是推高了铁矿石的一个价格 但目前呢 随着巴西疫情的逐步好转啊 淡水河谷的这个生产呢 也开始逐步复工了 所以呢 目前啊 根据瑞银集团的分析师预计呢 接下来啊 巴西今年出口的铁矿石的量呢 将相较于去年啊 将增长12%以上 那其次呢 我们聊一聊需求端 那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啊 其中80%都是出口到了中国 但是目前呢 中国对于铁矿石的需求正在放缓 那从7月份以来啊 为了应对高昂的铁矿石的价格 以及为了响应国家的双碳的目标 那相关部门呢 要求铁矿的这个钢铁产量啊 不能超过去年的产量 那按照这一限制来说呢 今年下半年啊 钢铁的生产量呢需要下降百分之十一 就是相当于5900万吨这么一个量 而另外呢 从8月1号开始啊 国家的相关部门也是取消了23个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 也就是说啊 不管是中型还是大型的钢铁企业 将无法享受一部分初级钢铁产品出口的这个红利退税了 那另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就是冬奥会 那我们都知道在明年2022年的2月份啊 北京将举办为期两周以上的冬奥会 那我相信呢 中国肯定不希望到时候的冬奥会是笼罩在雾霾之下的 所以接下来呢 市场预测啊 目前呢 相关政府会在第四季度有针对性的对钢铁的产量进行削减 那么这样造成对于铁矿石的需求呢 会有一个季节性的放缓 那尽管啊 我们说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的一个这个优势啊 应该是隔天独厚的 很难在其他铁矿石出口国上面找到 那我们比如说是这个地理优势 那相较于巴西啊 如果从巴西的铁矿石要运到中国的话 要绕大半个地球 那相对的 这个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可以说是近在咫尺 那另外呢 像是基建的一个优势 我们知道呢 近几年啊 中国其实一直加大 对于这个铁矿石国家的一些投资 比如说像是非洲的几内亚 但是呢 几内亚它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它的铁矿的开采厂的距离海岸线啊 是在650公里以上 并且呢 目前根本没有港口和铁路可以支撑 它的这个运输 就算这个这些的铁矿矿厂能够达到开采条件 也无法应对如此大量的一个需求可以出口到中国甚至海外 但长期来说铁矿石啊 依然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因为从今年开始啊 中国相关部门呢也是规定 只要是符合规定的再生钢铁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废钢 不再作为固体废料 可以自由进口 那并且呢 在中国新出台的十四五规划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国家也是明确要求 以提高使用废铁为炉料的电炉的比例 在这个钢铁冶链当中的比率 而相对应的去减少需要以铁矿石为炉料的 这个转炉链钢工艺 在这个钢铁冶链中占有的这个比率 所以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分析师目前呢 也是预计啊 铁矿石的价格呢 将在九月份十月份左右稳定下来 但是呢 在2022年啊 会继续回落到100美金以下这么一个价格 所以呢 我们目前呢可以看到啊 中国出台的一些短期的 对于压制产能和限制出口的一些动作呢 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更重要的是啊 目前中国的政府在中澳关系交恶的前提下 决心呢 将链钢方式进行彻底转型 这么一个决心 才有可能是在未来中长期 成为压倒铁矿石价格的终极手段 所以未来铁矿石价格 能否继续反弹呢 那这个时候啊 就要看澳大利亚的盟友 英国和美国能否撑起半边天 因为毕竟啊 在去年澳大利亚煤炭出口 中国受挫之后呢 是成功找到了欧洲 作为煤炭的接盘侠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啊 目前世界格局大变 尤其是后疫情时代 而我们普通人呢 是很难去预计将来会发生什么的 但是呢 很多历史事件的发展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很有可能是我们需要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下一代人 甚至我们下下一代人 共同见证努力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